地上整面擋土牆一分為二 大石塊塞滿整條公路 一臺怪手車輪朝天 部分車體遭土石掩蓋 這裡是中國湖北省五峰山 當地時間八號下午 發生山體滑坡 多名工人下落不明 事發當時這條路正在施工 有不少工人正在作業 山體突然崩塌 截至十號上午 雖成功救出七人 但其中一人已無生命跡象 還有七人依舊失聯 今年入下後 中國各地強降雨不斷 湖北部分低窪地區 積水高度逼近半層樓高 盡頭轉到印度北部 同樣受暴雨影響 淹水高度已經超過沉溺膝蓋 這波強降雨從八號開始下不停 首都新德里水位也逼近車輪高 北部山區發生土石崩塌 交通中斷 雖然當地雨是虛緩 但排水不及 段時間內災情恐怕難以緩解 表情流光 三屿新吻會申報道 我任何來說 希望 disclap